哈特逊城市广场是继洛克菲勒中心之后 纽约最大的私人开发项目 总投资超过200亿美金 未来十年 他将如何改变纽约人的城市生活 本期安家纽约带您全面了解 哈特逊城市广场的规划和进展 展望曼哈顿西岸的耀眼崛起 周亮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要说到最近几年纽约最大的开发项目 我们一定要提到哈森亚 哈特逊城市广场 它被誉为是纽约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开发案 也是纽约继洛克菲勒中心之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开发项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介绍一下哈森亚约 我用八个字给他来形容 千呼万唤 领先群伦 它位于曼哈顿中城的西边 它主要是从三十节到三十四节 那北边是接Javis Center 南边直接接高线公园 高线公园直接就上到哈森亚约里面来 在东边是石大道 西边到哈森亚约里面 所以整个是占地这一块地方 整个从整个的总体规模上 占地大小上和所投入的资金上面 哈森亚约要远远超过New Downtown 你远远超过新世贸中心 我专门做过比较 所以说地产界真是翘首以待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说你该提到的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吊车场 对不对 他说所有的很多的铁路的交通的枢纽 以及通往上周的这个火车 都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调度 所以这个地方原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没有很好的开发利用起来 这一片地已经空了很多年 因为有很多的铁路 这个火车 还有包括从新的西过来的PAT 都从这里经过 所以搁置了很久 搁置了很久 在地下只可以运行 但是上面是废弃了很久 而地又很大 一般的开发商又没有能力和本事 把这块地拿下来进行开发 只要是能够开发的就一定是大规模的 所以真的是千呼万唤领先群伦 终于是被非常著名的 纽约非常有名的私家地产开发 related companies 瑞联地产和Oxford Properties 和牛津地产集团 两家地产集团联合开发 这个重磅性的 这个整个这个工程吧 就是气势之大 气势如虹 和它整个的所有的每个大楼 我每次看都非常的振奋 对 所以哈森伊亚确实像你来说的话 规模非常巨大 工程也非常的浩大 所以据说应该最后的完成 要到2024年才能完成 2024年 因为它整个占地面积非常大 所以它在光是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Eastern Yard 就应该有七座楼在上面要建 现在建好的是10号Hudson Yard 是有名的 现在最好的最超现代的 现代设计的写字间 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都已经开始入驻 你像CN 你像法国的知名的花园品牌L'Oreal 然后美国的低奢品牌 Coach总部全部入驻 HBOR入驻 那么瑞联集团 也要会从Columbus Circle Time Warner 可能将来也会搬到这里来 总部搬到这里来 所以这是它的头阵 先打个头阵 那么它有10号Hudson Yard 写字楼 15号Hudson Yard 就是高级产权公寓 然后将来它会有30号Hudson Yard 就是一个最高最高的写字楼 还在建设的过程中 在顶端上面 还会有最高的观景台 而且观景台里面 还有餐厅 将来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enjoy一下 享受享受 然后在它的西边 会有35号Hudson Yard 35号Hudson Yard 主要是office 底层office 中间有酒店 然后在上面有condo 产权公寓 然后在后面还有50号 50号Hudson Yard 然后和55号 中间它连接的是一个 10号和30号之间 连接的是一个 高级shopping center 包括Niman Marcus Niman Marcus会进驻 而且Niman Marcus会进驻 整个shopping mall的最顶上三层 567三层 因为他们想进曼哈顿 想进很久了 一直没有进来 终于有这个机会 除了之外 还有其他的世界的各大小品牌 几百个品牌都会进驻来 它的规模会比 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Time Warner Center 下面那个shopping mall 要大至少三倍 对 所以Hudson Yard 完全是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开发的项目 您该提到 有写字楼 有产权公寓 还有酒店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公共绿化空间 以及它会把整个的 一个艺术表演的 一个场所 也会引到里面 听说还有学校 也要在这个小区里面建设 对 瑞联金大老板 Steven Ross 他们的整个的规划 就是这种大手笔 以什么著名呢 以高品质著名 它最善用 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师 最好的quality 最好的质量 和最好的engineering 最好的工程 所以为什么 它的所有的 它的出品 就是质量的保证 品质的保证 这个Related 是一个最有实力的 一个地产开发商 同时它汇集了 全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师 设计师 园艺师 来打造这个庞大的 Hudson Yard 对 因为换句话说 Related 瑞联大老板 他喜欢Dream Big 那他所合作的这些 都是Big Dreamers 他们的Big Dreamers 所有的梦想者 梦想家 他有能力 把他的梦想 付诸于实现 所以他们联合起来 把他们的梦想 给纽约客 New Yorker建立一个 Future City 将来的梦想之城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摩登之城 纽约向来 以摩天大楼铸成 现在将来 在东哈森 Yard 还有西亚上面 建了很多大楼起来 真的是 对 非常非常令人瞩目 所以你该说到了 这个整个哈森 Yard 这样的一个 一个建设的 一个规模 我们也提到了 在前几天 其实刚刚揭幕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一个雕塑 还是观景台 还是建筑 所有人都在议论说 在这么一个公共绿地上 有这么一个观景平台 那也是非常令人 印象深刻的 对 这个叫 现在这个叫 起名叫Vessel The Vessel Vessel现在在意大利 正在建造 还没有拿过来 大概要二十八 所以是在意大利建造 以后在运到纽约来 它前两天 只是向世人公布 我这个到底是 在绿地公园上 我瑞联的大老板 我给城市贡献了一座 这个艺术作品 到底是什么 是The Vessel 那么是由瑞联 它花了有1.5亿 将来1.5亿 那当然到最后 包括将来运过来 所有的费用的 应该两亿 叫这个Vessel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是底下的平台 底下比较细 然后往上 开始逐渐向上走 一共15层楼高 但是有80个平台 就是像台阶一样 2500个台阶 你可以是东西左右 上下 全部都可以走来走去 然后有80个平台 80个观景平台 一共是600吨重 它这个是由 Thomas Hetherwick Studio 来设计的 那么2012年 伦敦的奥运会的火炬 就是由Thomas Hetherwick 来设计的 那么因为瑞联 是私家地产集团 所以什么都是 Steven Ross 大老板老大说了算 他当年找到 Thomas之前 曾经咨询过 其他几个 几个artist的艺术家 说我要一个 要在我这上面 要做一个statement 就是说大家看了 就是说就忘不了的 而且要来的 其他几位都没有 设计都不是很好 还花了 第一个花了50万美金 那我跟你设计 你要给我这个 对付费有第一个 第二个花了25万 所以75万的 已经打水漂了 他都不满意 他说I've seen it 不是很特别 后来见到了Thomas 之后他就非常 欣赏这个idea 然后一开始说的 这个想法是多少 7500万 费用是7500万 最后现在是1.5亿 是double double还不够 大概可能最后要2亿 对 实际上这个建筑 实际上只是一个观景平台 并没有实际的 像办公室 写字楼 酒店 有一个实际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瑞莲的大老板 愿意花重金 在这个地方设计这么一个 像地标式的 这样的一个建筑品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就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他把这个vessel放在哪里呢 就放在这个公共绿地 从高县公园过来 过来之后呢 变成了从高县公园 走到北边之后 我不到vessel 我就还没有走完高县公园 他把整个这一长串 给连起来了 对 那将来咱们说朋友来了 去哪呢 那好 从南边的高县公园的 从Winney Museum 惠尼尼博物馆开始上来 走到vessel 好了 我们这行程到此一游了 结束了 对吧 那从北往南 我们从vessel起 再走到南边 对 所以说他就是 给他一个终结点 因为他这里面 有这么多餐厅 有这么多的shopping mall 大家都要把它作为一个 我必到的景点之一 人们来了 所以大家会消费 会购物 会购买 人气旺了 他office出租 或者是他的产权公寓卖 他才一切才有了一个基础 你没有traffic 没有这些基础 是 那么他说 Steve Ross 他实际上就是要把全世界的 吸引的目光 全部吸引过来 对 你所有来纽约的人 也会是必到这个地方 他达到的就是一个效果和目的 所以说 Deep pocket 我们开玩笑英文叫Deep pocket developer 有钱 他说纽约所有的世界人 每年圣诞节 都到洛克菲勒中心 看圣诞树 一年就来那么一次 对不对 对 在我这一天 365天天天可以看到 这棵圣诞树 对 所以有人把它誉为是 365天都在的圣诞树 是 这是他的想法 他的意境 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点意境 就是说 因为现代人 纽约克都非常喜欢健身 运动 然后他这都是楼梯 2500个楼梯台阶 所以人从任何一个台阶上去走之后 上来下来的话 都是一种运动 都是一种健康的这种能量 和健康的这种方式 但你不想走 不能走 或者是的话 他有电梯 你可以电梯 从到每一层 到每一层可以停留 那么他设计师的想法 根据说 他改变了人们 普通人们所认为的 我设立的公园 大家都是站在平地来去看花园 但是高线已经开始改变了 人们认为公园的概念 他从高线开始 从上往下看 他现在就说 我让你们从更高往下看 所以人们不仅仅从平地 开始看每个景观 他站在任何一个角度 看将来建设好的 哈森亚的整个的群楼主体 它的绿地 它的所有的设计 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 80个平台 你随便去看 所以把人们的视野和范围 更提高的更多 所以哈森亚确实是 非常令人激动的 一个开发的项目 里面有非常多的创意 那么同时也吸引非常多的 世界名牌的大公司 将会录注到哈森亚 那么对普通的投资人 和买家来说 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那就是哈森亚 未来会有一个产权公寓 而且现在已经在开始预售了 而且上个星期刚刚举行了 整个的一个开盘典礼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 你们地产界 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是的 这个新的产权公寓 我们叫豪华产权公寓 15号哈森亚 15号哈森亚 我们是等了很久了 大家都在猜测 都在猜测 它的价位在多少 都在猜测 是不是有studio 有one bedroom 很多的这种新楼盘 一房 两房 三房 四房 10 house 一定是有的 对吧 但是你最小的是多少 大家没有人能猜测得到 而且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设施 什么样的品质和规格 对 但是瑞联开发商 Related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产权公寓 所有的会所设施 Amenity 永远是 永远是top 最顶级的 那么15号哈森亚 也绝对不例外 关于15号哈森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非常令人期待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地介绍 哈特逊城市广场 是继洛克菲勒中心之后 纽约最大的私人开发项目 总投资超过200亿美金 未来10年 他将如何改变 纽约人的城市生活 他最善用 世界最顶尖的建筑石 最好的quality 最好的质量 和最好的engineering 最好的工程 所以为什么 他的所有的 他的出品 就是质量的保证 本期安家纽约 带您全面了解 哈特逊城市广场的 规划和进展 展望曼哈顿西岸的 耀眼崛起 欢迎回到 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们向大家介绍 纽约20多年来 最大的一项开发项目 哈森亚 哈特逊城市广场 朱利亚 我们该再介绍了 哈特逊城市广场 现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是人瞩目的一个项目 那么其中的15号 哈森亚 是一个产权公寓 那么在之前 在半年之前 你就预告了 这一栋楼 大家一定要关注 因为是哈特逊城市 唯一的一栋产权公寓 而且现在终于开盘了 开盘酒会之后 听说整个销售中心 疯了 被挤爆了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个顶级的经纪人 都在那抢房了 是不是 上星期在酒店 开盘酒会上面 其实就已经有七八套 销售部就已经是 肯定很多人 因为太多人在 waiting waiting 因为这么大的地产开盘 所以很多的 当天已经是 已经是七八套 就已经卖没有了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 马上就带客人进去 我们刚刚在看完了销售部之后 看完硬板间 马上坐下来看一下平面图 看一下价位 那边就有人过来告诉说 好 上面第一个房子 你不要卖了 已经有人taken了 再过来坐下来 一会儿好了 OK 那个也没有了 那我们说 好 那你这个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进去看说 这房子不是买的 200多万的房子 好像是抢的是一样 不过真的就是 因为它的设计 整个楼盘是摩天大楼 最新科技 最新设计的摩天大楼 一共是285套 那么中间 中间的第50层和第51层 是会所层 是会所层 游泳池 然后健身中心 纽约克最热衷 最喜欢的健身中心 那么还有这个 Hair Salon 在你要去party之前 你到那里面 去吹吹头发 有人给你做做发行 那么还有这个小孩们 或者是他们的 Imagination Center 他们的这个游艺室 整个的会所 你所能想到 那里全部都有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还有最顶层 88层到第90层的 Sky Top 观景台 观景台 对 所以说你说 一共多少层 那我们就说88层 然后到90层 它的观景台 当然只给住户 只住在这楼里面的 这个住户才可以 业主才可以享受 享用到的 对 它的高度据说是 比皮国大厦还要高 对 所以它最小的户型 就是一房 最小的户型是一房的 对 是没有Studio的 最小都是大户型 也没有六七百尺的一房 都是八百多尺 开始起 起价当初说是 从190万起价 然后一房到340万 那么一房有900多尺 1000多尺都有 然后楼层高低 朝向不同都有 但你真的是 你说好 那我就要那100 190万那套 是抢不上的 所以说 等我们再进去 都要抢的时候 好 190万没有 200万都没有了 好 那209万开始起 还没有几个小时之后 那209万也没有 210万 所以说 它开盘不到几天的时间 一共285套公寓 对不对 那么就将近10% 就已经contract out 合约出去了 就证明它的受欢迎的程度 是非常受欢迎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15号 哈森亚 一推出来 就是这么受欢迎 而且是很多的时候 是在半年前就开始预定了 很多的投资人 就盯准这个哈森亚 这个楼盘 因为它是唯一的一栋 全产权公寓的一个大楼 你来分析一下 这个15号哈森亚 为什么会这么的受到欢迎 那么因为这个大楼 它还有20年的省税 有20年的省减免地税政策 对 头12年的地税 就是非常低 非常低 那第13年到第20年的时候 地税才有所增加 那么为什么它非常受欢迎 不是说仅仅因为 它有这个减免地税 而是从多个方面 我想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因为这些就是 因为我也是在考虑 我也是在想 为什么说它的出品 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位 是什么原因 所以想了很久 我在分析之后 我有几点看法 我认为首先开发商 related related开发商 事先刚才我们讲过 Steven Ross大老板 他最近在这个 纽约的地产杂志中的Real Deal 就被评为 New York's All Times Condo King Condo King 公寓之王 公寓之王 对 那么公寓之王有几位 对吧 但它是放在No.1的 是放在No.1上面的 所以它的这个品质 它的楼品质非常高 那么会所配备非常齐全 他们曾经设计过 曼哈顿的 Columbus Circle的 Times Warner 因为他们整个的建设 建筑把这周围的价值 周围的设立 建立新地标 把周围的价值 全部给抬起来 那哈斯尼亚同时来说的话 它这个地理位置 可以说也是得天独厚的 你看你该介绍了 它的南边就整个的连接的High Line High Line你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它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开发商和建筑师 竞逐的一个战场 所以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独特的工艺楼盘 在那个地方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哈特连城一条线 就把整个这个地方的 地产的价值给提升起来了 对 但是我就是在想 为什么它的一房两房 两房370万起 整个大楼里面 285套公寓 74套 完百整一房 174套两房 这都是大户型 一房840尺起 两房是1500尺到2400尺 然后接下来是三房 四房五房 那包括Pan House顶楼 那么它 你从这个West Chelsea 对吧 咱们先做高线公园 就是沿着高线公园 一路上来 两边都是世界级顶尖的 明星级的 德国普利斯克奖的 建筑师所设计的 康斗公寓 他们本身的价位 就非常高 这里面很多都没有 一房一厅 本身是没有 而且他们的楼梯 比较小 很多楼里面 你比如说 也是瑞联开发所设计的 520YS28街 Zaha Hadid 就是和它 仅相爱相连 它最小的是 两房开始起 都是500万起 它没有一房 而且只有三十几套 那包括其他 一路走下来 沿着高线两边 都是小楼盘 都是小楼盘沿着它 那没有这样大气的 这种高大上的 这种楼盘 而且它有这种 无敌的水景 无敌水景 有这个城市的景观 你向任何一个方向 东西南北 都是非常开阔的景观 所以说呢 它把整个高线的 这一路的文化 和这个房价 是跟联系起来的 这是我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认为 是这样的 那它卖的不仅仅是楼 它在卖文化 卖这种价值 我觉得这一种是最 最有价值和最保值和升值 和永远是能够值得投资 对 所以你讲到值得投资 其实很多的投资人 也非常看重 到底这个楼盘 或者Huston Yards 有没有增值的潜力 所以在这一点方面 你是怎么看的 所有的客人 永远在问这个问题 增值保值 你是和市场整个大环境 你是要共同融为一体的 对吧 但是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肯定眼睛 也是要雪亮的 好 那我就认准这个开发商 它的品质 和它将来的这里的 它的供应量 它供应量 可以增值的潜力 是有多少 你看这周围 所以没有这样 任何一个楼盘 是有这种级别 和这种气魄 和这种 它所提供的所有的服务 和生活在新的 一个新心脏的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是没有的 你包括新世贸中心 咱们介绍过 新世贸中心里面 是没有condo的 都是写字楼 都是office building 所以它带动的是 周边的地产的 我们讲 这个住宅市场的 这个攀升 对吧 那么它这个Huston Yards 本身 本身这么多的楼盘 其实产权公寓 只有15号 真正的是 可以最好投资 接下来之后 35号是另外一码市 因为它价位更高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先着重在这里 我认为 你像当年 这个纽约市场 纽约金融风暴的时候 200般金融风暴 是最后一个 被波及到 但是是第一个最快的 在全美国市场中 最快一个反弹起来的 那当时的 比如说当时的 15 Central Park West 对吧 没有被 被这个金融风暴所波及到 那不降反升 反而非常strong strong 为什么 开发商好 是开发商好 他的出品好 所以说 不是说一个因素 完全决定了说 全程全部覆没 不是这个概念 还是你要再去选择 你在选择的 你想选择的是什么 我认为很重要 对 哈森亚还有一个 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交通非常便利 我们知道在前半年 7号地铁线 特意延伸到哈森亚来 所以它就是把整个的 城市的交通 可以说是连接起来 那个也是一个 交通枢纽的 这么一个地方 对不对 对 7号地铁线 当初开通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 New Yorker都非常的为之振兴 这是十多年来 唯一的一个 新开动的地铁线 地铁站 而且它是从 Time Square 直接是延伸过来 到了哈森亚 专门给哈森亚 开了一个地铁线 地铁站到终点 那7号地铁站的 这个开始 它就连接了 其实把这个哈森亚 广场和这个世界 就完全联系起来了 大家说 你很偏狠在西边 其实的话 有这个 如果就是说 没有这站地铁 你可能会相对来 是觉得偏一点 有了地铁之后 你把它全部连接起来 因为你本身向东走 走十分钟左右 就到了它的 到了Penn Station 到Penn Station 然后Penn Station里面呢 又有New Jersey 到New York的Path 然后呢 7号地铁站 往上面走呢 又联络了 Time Square 时报广场 再往前面走呢 走一站 又有Grand Central 还有 在这个Penn Station 还有这个长导火车 其实就是 7号地铁人 把所有的这些交通 全部连接起来了 就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你交通到的时候 你这个经济全部到了 你的人潮也来了 一切就跟着 跟着是兴旺发达起来 所以它这个 哈森亚是新地标 你有的新地标 有的新天空之城 不是白白说的 它是真的是 从政府啊 从这个社会啊 从开发商 从所有的梦想家们 都是要把这个城市 建得更好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2024年 整个哈森亚 建成之后 给大家呈现一个 全新的纽约 全新的天空之城 安家纽约节目 就是希望成为您 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 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 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 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 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 美国中文网 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 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